The Hitman's Bodyguard 殺手保鏢 由Patrick Hughes 指導 主演的有Ryan Rynos, Samuel O. Jackson, Gary Oldman 用一個暑假檔高規格的動作片來看 會覺得他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用一個無腦搞笑 純粹娛樂的耍片來看的話 我會說是一部近期必看的強檔 它是一部相當成功相當高分的動作喜劇 導演Patrick Hughes 上一部片是《遇寫任務3》 被人評價為節奏緊湊但過於流水漲 顯得兩個小時的片長有點冗長的動作片 這樣的問題還是存在在殺手保鏢這部電影上 但是完全靠著兩位主演極具個人風格的演出 配上導演緊湊的喜劇節奏 讓這部電影非常的有看頭 在看這部電影的時候 完全可以享受他們端出來的一個又一個的笑點 在宣傳上呢 用了Ryan Reynolds上一部賣作片《死士》的風格 海報上也惡搞了經典電影《終極保鏢》 但實際上這只是一部很簡單很浮誇的動作喜劇 Ryan Reynolds一直是近期這種動作喜劇的不有人選 上一部片是失敗的很徹底的《香魔戰警》 我想應該沒有人知道這部片吧 就是一個很像鬼怪版的MIB 那次的搭檔是Jack Bridge 我個人覺得兩個人都習慣打忍拍的表演 有一點點合不起來 反觀他跟Samuel O. Jackson的搭檔就挺不錯的 雖然有點個影個 但是他們兩個人一公一獸的搭檔還挺好笑的 Samuel O. Jackson就是那種嗆人免錢的表演方式 Ryan Reynolds則是永遠一副我怎麼會這麼衰的臉 如果你喜歡看那種霸道總裁欺負苦情小秘書的笑點的話 那這部電影會是你的菜 除了這兩位之外 讓我驚豔的就是 飾演Samuel O. Jackson老婆的Sama Hayek 一般他都是演一些比較性感撩人的角色 沒想到他演起這種相當風格化的戲劇可以這麼好笑 相比之下 很久沒有看到他演反派的Gary Oldman 只是有一種過於正經、嚴肅的表演 雖然他還是擁有那種狂人般的氣勢 不過這部片看起來就沒有那麼適合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同樣是Samuel O. Jackson在金牌特務裡面反派的演出 電影後半段除了長度可以稍微縮減一點之外 整個電影的第四部、第五部都沒有前面來的精彩 他突然想要好好的講故事 我覺得在調性上面出了一點問題 但我真的必須要說 我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預告片當中 Ryan Reynolds坐在露天酒吧 崩潰抱怨的那場戲 他用背景跟前景的突兀 製造出相當強烈的衝突感 而後面的動作場面又襯托出前面這個人物內心的爆炸 對我來說是這部電影最精彩、最精華的一場戲 雖然是雙主演 不過戲份比較重的是 落在Samuel O. Jackson飾演的Darress Kincaid 這個角色有點像是 史恩·康奈來在決定任務裡面那個角色一樣 兩個人在短暫的相處當中 一個超級大壞蛋 就會成為了另外一個人的人生導師 不同於Ryan Reynolds這個角色 代表著現代人總是將風險降至最低的人生態度 我相信這是一部無論在電影院或者是在家裡或者在宿舍 都會讓你豐富大笑的一部電影 真的是一部非常鬧的動作喜劇 裡面出現的幾個角色都非常討人喜歡 沒有讓人傻眼的低能劇情 也沒有出現太過低級的爛笑話 需要一部輕輕鬆鬆的解壓電影嗎? 你可以試試這部殺手保鏢 但如果你不是很喜歡Samuel O. Jackson 或者是Ryan Reynolds 不是很吃這兩個人的魅力 沒有很喜歡他們的表演風格的話 那你可能要在看這部電影之前先考慮一下 我會特別推薦給想要學 MOTHERFUCKER這個英文單字 是單字嗎? 的人去欣賞這部電影 殺手保鏢這部電影 我給的評價是 以上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請幫我按讚還有分享 並且找找你的訂閱 你有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時間之內 知道我上傳影片的消息的話 也請別忘了在訂閱之後 再按一下那個小鈴鐺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見或者是想法 不管是對這部電影 或者是對這支影片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與我分享 我們下部影片見了 祝你今天可以找到一部精彩的電影 掰掰 讚 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